哈喽,大家好 这是我用虎尾狼叶子牵插种植的虎尾狼 现在它们开始长芽了 从牵插种植到开始长芽 大概用了8个月的时间 下面来看看我当时在8个月之前 给它们牵插种植的方法和过程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选一片成熟的叶子剪下 然后再把它剪成大约8厘米左右的小段 这一片叶子剪成三段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这些叶子晾干 晾一天左右晾干了以后再牵插种植 在牵插种植虎尾狼叶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它插到了 所以在晾干的过程中 我还是把它保持着每一片叶子的形状 按照剪断的顺序给它摆好 这样插的时候就不会把它插到 牵插种植的时候 用一点肉桂粉给这个叶子的剪口消毒 然后把叶子牵插种植到花盆里面 牵插种植的时候 是用肉桂粉将插入土里面那一端消毒 记得不要把它的顺序插到了 这一片虎尾狼就牵插种植完了 将虎尾狼叶子牵插种植完以后 给它浇水 采用喷水的方式给它浇水 如果直接浇的话 这个水太多容易使它的叶子烂 虎尾狼不需要太多的阳光 我是把它放在这个架子的下面一层 它只能接受到一些闪光 大约8个月以后它就开始长芽了 你看它已经长了三个新芽了 而且它的土很干 我平时也给它浇水不是很多 给虎尾狼牵插种植就是这么简单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和分享我的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